成都近些年的发展速度啊,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成都地铁的发展速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带大家去见识一下成都规模最大的一座地铁站 我现在呢,是在成都潜力最大的天府新区 前方这个十字路口呢,地底下就是这个地铁站的所在地啊 整个的地下空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在这呢,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成都地铁的一个发展速度啊 按照今年7月份公布的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个数据报表显示 成都地铁的运营线路条数呢,位于第四 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 但是运营里程呢,超过了广州,排名第三 就是在这么亮眼的数据背后呢 在去年,成都地铁累计亏损75.65亿元 位于全国地铁亏损排行榜的第一名 在这个西波城地铁站呢,有1号线,6号线,18号线,三条线路啊 这个是一个超前的一个规划 大家看一下周围啊 还有很多这个地块呢,还没有建好这个房屋之类的 这边应该是一个什么展览中心吧 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地铁站的人流量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特别的空旷啊 这是这个地铁站的一个C口 大家看一下这边有多少部部梯,多少部电梯 一共呢,是有8部电梯 然后左右两侧呢,分别是分布着4部这个部梯 这边4部,然后这边4部 所以这个规格呢,在全国其他城市是没有见过的 真的是没有见过的 成都地铁真的是太牛了 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超前的一个规划啊 因为目前现在这个人流量呢不大 所以它这个电梯这边呢 就是只开通了一个下来一个上去的 因为人流量还不大嘛 全开的话,这个成本就更大一些 刚才呢,我们就站在这个天桥上面拍摄的 它相当于我们上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十字路口 前方呢,有一个车站立体的一个示意图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是在地下一层 下面呢,还有两层,三层,四层 所以说这边的规划呢,真的是十分的超前的 从这边放眼看过去呢 从这边走到那边呢 最少应该有个几百米感觉 通过镜头呢,大家可以观察到 目前这边的地铁的流量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这个呢,就属于一种超前规划了 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周围空地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我们国家呢 对于这个城市地铁的审批呢 越来越严格了 并且不管是成都啊 还有其他城市 很多地铁的审批呢 都是被否决了 这个呢,也是为了避免很多城市盲目扩张 然后造成亏损 并且实际情况呢 我们国内开通地铁运营的城市啊 盈利的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都是亏损 天府新区呢,可以说是成都的 手里一张王牌了 我十分看好这边的未来呀 好了,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网友们,你们看好这边的发展吗 但是人民家的苏 我们可以一起去 露行魂牌 确认